第31屆台灣精品獎 共有10家企業獲得金紙獎 今年有547家企業 1109件產品報名 有186家企業 348件產品脫穎而出 多位駐台使節 產業界等貴賓 共同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我們透過台灣精品獎的計畫 培養了無數的高獲利的 世界級的隱形冠軍 然後也栽培了很多 成功走向國際的品牌 謝謝你們 你們都是台灣的光榮 你們都是台灣的驕傲 The last few years I've seen big improvements on many many levels TITRA's Taiwan excellence keep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Most important the quality of the entries 全球逐步解封 信念首度由美日評審來台評選 獲獎產品涵蓋電子自通訊 電動車供應鏈 智慧機械 智慧醫療及遊艇等 其中 台灣廠商以雙機構智能夾頭 拿下精品獎 領先全球的設計 能整合全球三大工作母機廠的夾頭裝置 適用在航太領域中高溫3D金屬成型機 專用夾頭 能夠製造中解決高溫的問題 包括我們現在的結構是複合式的冷卻托盤 製造的精度減少製作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我們整體這顆智能化夾頭 它的兩大的重點的精華 得到這樣的精品獎以後 整個會用政府的力量幫大家行銷 那我們上個月到美國去的時候 也受到美國各界的好評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帶到日本去來 加深我們台日之間的合作 今年頒獎典禮也融入更多科技感 呼應台場創新研發能量 推向國際 持續發光發熱 新唐人亞太電視成為模擬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